进行布线 选用一把50米的皮尺 在需要探测的地点 沿一条直线把皮尺拉开 并在起始点做好标记 仪器组装 把铜电戟穿过测量线铜片孔 对接合金电戟棒扭紧 测量线主线接口 对准主机接线口推进锁定 测量开始前 将两根连接好的电戟MN交叉搭放一起 然后长按主机上 Test线路检测按钮 主机绿色测试灯亮 说明线路正常 接下来将靠近主机一端的M级 插入皮尺0米位置 另一端N级插入皮尺10米位置 点击测量键进行第一个点测量 数据测量完成后 手机界面提示测量完成 并伴有主机提示声 接下来将两根电戟同时往前挪一米距离 点击测量键 进行第二点的数据采集 采集完成后 手机界面会提示测量完成 以此类推 重复以上测量操作流程 这里大家注意 每个测点是在两个电戟的中间点位置 第一个点是皮尺5米位置 手机界面会实时生成曲线图 抛面图 通过曲线图和地质抛面图 分析地质构造